大家好,我是蘇敏喜 今天我來跟大家講一下股市的情況 上星期三,奧巴馬當選之後 我輕輕提過一下,預期股市會調整 調整幾天,跌了兩天 上星期四、五跌 昨天彈了一些,今天又跌 今天好像跌得比較肉酸 跌穿幾天低位,大家覺得是很重要的支持位 例如21,300億多,這些重要的支持位 跌到最低位收,整個形勢好像比較差 大家投資者都 其實心中最大的疑問就是 調整完美呢?跌到何時呢? 我只覺得整個形勢來說,看起來就很差 剛才所說的,由開又跌到尾 很多股份跌到很厲害 特別是內銀股,普遍跌過幾% 之前亞洲區股市,在我們港股下跌的情況 又不太跌 今天,基本上全線都跌 整個形勢好像很差 外圍又不太行 究竟怎樣呢?但我只覺得 看這個情況,我覺得調整可能隨時完結 原因就是,主要是幾件事可以跟大家研究一下 第一個就是,你看回今次跌下去之後 其實看回人民幣的匯價 港元匯價,其實你不覺得是很大件事的 第一個就是這樣,第二個呢 其實看回,跌下來 由早跌到晚,其實我覺得由早跌到晚反而是好事 特別是配合什麼呢?就是配合那些二、三線股 都跌得很厲害的 很多都跌一成,其實之前都跌得很厲害 其實伊朗調整得很快,二、三線股 跌得很厲害,升的股很少 反映什麼呢?其實是反映人心虛脅 其實,明顯白冷就跌下去了 人心虛脅 究竟為什麼虛脅呢? 提過一下,很多都是財政原諒 其實這些是否值得這樣 令到市場跌得那麼厲害呢? 其實我覺得是市場過度反映這些因素 因為人心虛脅,過度反映就跌得很厲害 其實這些反而是好事來的 只是對好事來講 我自己覺得這樣跌下去 就可能一個大的症瘡 基本上就接近尾聲 特別是配合今天的成交來看 今天成交多少呢? 就五百多億 五百二十多億 昨天彈上去四百多億 都明顯的了,彈碎成交縮 傳統智慧就要跌了 今天跌下去五百多億 好像多一點 其實五百多億就不太多 都是成交不太配合跌勢 所以即使今天好像看形勢 跌穿這個位置跌穿那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反而都不是太擔心 仍然調整 我仍然相信是一個短線調整機會大些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整個形勢 如果特別是 看市場的資金都未流走 特別是去領匯等 仍然實力的資金融流 只不過 某些人心虛協的投資者 特別是那些專業投資者 一直都在投資 一見都不對勁 大家都訂購 就訂購下去 我覺得情況是這樣 所以現在初步看形勢 風險就 比上星期來說 當然是沒有那麼好 跌了重要支持位置 但我相信調整會 都相對 應該就快要接近尾聲 大家都不用特別擔心 今天講的差不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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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